两久后 他又重新按下了播放键 一段段穿越岁月的录音 将他们紧紧连接在了一起 就这样 米夏不断地录音寄出磁带 汉娜不断地收到包裹 将他们整齐地马在监牢的墙上 生活好像从此有了方向 这天 听到磁带中传来牵小狗的女人时 汉娜来到了监狱图书室 将这本书借了出来 她数着录音中的单词 对照书上的文本 圈出了第一个单词 1980年 米夏收到了一封信 里面只有一行字 字体稚嫩而工整 米夏后退了一步 汉娜回认字了 她为她感到高兴 同时又十分惶恐 她还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她 汉娜的信一封又一封地寄来 可米夏只是按时发出录音带 始终没有回信 直到1988年的一天 她接到了狱警的电话 在复兴二十多年后 年老的汉娜获准出狱 她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 米夏是她唯一保持联络的人 米夏感谢了她的好心后挂了电话 辗转反侧几夜后 她来到了监狱 在嘈杂的食堂里 她一眼认出了汉娜的背影 她走过去 汉娜的眼中透出欣喜 接着颤颤巍巍地伸出手 米夏收回了手 开始简单向她介绍了出狱后 她给她安排的工作和住所 随即犹豫着 问出了她一直想问的话 汉娜摇头 汉娜的表情坚毅果断 一如多年前庭审上那样 米夏失望了 她叹口气 只说下周会来接她出狱 米夏毫不犹豫地转身走了 但在监狱大门外面 她住足了很久 回到家后 她就开始布置汉娜的房间 一周后 她准时带着一束花来到监狱 却得知汉娜自杀了 她踩在书堆上吊死了 接待她的人 将她带到了汉娜的宿舍 房间很小 到处贴满了字条 都是汉娜学习十字的痕迹 工作人员念出汉娜的遗嘱 她想将自己所有的存款交由米夏 由她转交给那个当年火灾中 幸存的女孩 米夏也如她所愿来到美国 但女孩只肯收下庄前的旧习惯 将钞票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 因为收钱代表着原谅 她不能代替别人原谅 米夏便将那些钱以汉娜的名义 捐给了扫盲机构 故事的结尾 米夏带着女儿来到了一个小教堂 这是她和汉娜 唯一一次出行路过的地方 她听着孩子们的唱诗流下眼泪 在年少的米夏眼中宛如天使 而汉娜如今也葬在此处 在女儿疑惑的问询中 米夏缓缓向她讲起了 15岁的那个夏天 至此全片结束 电影朗读者由德国作家 本哈德的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了15岁少年 结识了比自己大21岁的恋人 并被其影响一生的故事 影片中最打动人心的情节 无疑是汉娜宁愿遭受20年牢狱 也不愿承认自己是文盲的时刻 但其实她牺牲的不止这些 纵观影片可以发现 身为文盲的汉娜工作能力很好 战争结束后 从事售票员的工作 后又被提拔为办公室文职 这也是汉娜消失的真正原因 她无法用自己不识字来拒绝上司 于是她不断地换工作 过着难以安定的生活 一个人究竟为什么要保守秘密 即便这个秘密 要让她付出无比惨痛的代价 米夏曾经不明白 可当她面临这个难题 是要隐藏那个夏天的禁忌之恋 做一个人群中合理的正常的人 还是选择袒露自己 曾与内粹党人油染 拯救汉娜后半辈子的人生时 她明白了 原来人生里最难以克服的 是羞耻心 是难以面对的曾经的自己 她录下密密麻麻的磁带 用声音开启了汉娜制食的窗户 让她学会了写字 却也让她迎来了良心的审判 多年监狱的生活 让汉娜对外界充满了恐惧 于是她像孩子依赖父母一样 期盼着米夏的原谅 可米夏只是缩回了手 连拥抱都没有施舍一个 于是她回到宿舍脱下了鞋子 颤颤微微站上书堆 她真的懂了 可她无法用不擅长的语言表达忏悔 便以永久的死亡作为回应